音樂 輕鬆一點 哈哈哈哈 說什麼 就是了 突然很教訓 看著魔鬼 我是okdeco的Oscar 我是okdeco的阿Dee 我們OVDECO的整個都差不多有四個 主要是做室內設計為主 又有電牌裝修去做 主要的範疇是幫客人解決室內裝修的需要 亦會帶他們去選購一些特色材料 做一些特色單位等 最主要的範疇是住家和商業 讀完書之後做過裝修 所以我接觸過這一行 Oscar也是同一間公司認識的 所以就叫大家師兄弟 我們成立的時候不是一番風順 我們可能走走走走走走 我們從一個很小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類似共享 或者是一張桌子 然後演練到好像現在的辦公室 很榮幸 或者是客人都很信任我們 所以我們才會走到今時今的這步 我們很少有爭執 可能是大家比較遷就人 因為大家都是 食於美食 這樣也是的 我們之前 一起做同事的時候 都是被人摒開 那些人 然後現在都被人摒開 其實我們也有 我們有共同的話題 可能有些相同的嗜好 所以我們私底下交流方面 都會比較靠近一點 那些人摒開龍珠 對 類似的那些 年輕人入行的話 一定是脾氣大一點 什麼都跟客人 頂到癢 但是其實 劉德華說得對 顧客永遠是對的 你一定要看回他的要求 當然不是說100%是對的 人家說他真的很無理的話 我們都會禁止他 因為有些客人 每個人的需要都不同 但是有些客人可能 真的需要比較多時間 花多時間去跟他聊 可能他想要的東西 有時候他自己都猜不到 我們不是要抽絲剝架 可能要將他的喜好 逐一篩選 當然我們只要給多一點時間 我們去了解他的背景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就可以做得更加 可能他的設計 可以適合到他的要求 我沒有想多謝家人 即是父母 即是老婆 還有兒子 還有兒子 有時候我們很滿意的時候 即是埋頭苦泵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商量 即是在公司這裡 都可以一刻一刻 即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家庭浪 這樣 沒有人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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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隻貓 我才不會多謝他 經常騷擾我 我想多謝我太太 因為其實出來自己 搞公司之後 其實有很多時候 晚上回到家 我都要繼續畫圖 他都沒有說 嫌棄我 回到家不理他 都支持我的 還擔心我 經常捱東西會病 所以這個 一定要多謝我 一定是我太太 好了